欢迎收看每周360 本周又是我Vender来代班 上周车谈发生了什么新闻 嘿嘿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让我们一起来吃瓜 第一则新闻 2023 Mercedes-Benz A-Class小改款 近日正式登场好看的运动外观设计 全系最佳48V M-H1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将在2023年第二季国外上市 在这一次的A-Class小改款上 让原厂依旧维持了Sedan和Hatchback双车型策略 并且原厂在小改款车型上 也导入了48V M-H1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可以为全车系带来更出色的油耗表现 及更强的动力性能 外观上它可说是变得更帅气 怎么个帅气法 你是不是在看每周360 那就对了 它和屏幕前的你一样帅气 首先原厂将它的LED日行灯 从之前的鲨鱼眼改成一条式的 而尾灯组经过优化设计后 也变得更为实战 甚至其他细节部分 则没有明显改变 内饰依然是10.25寸全液晶仪表 和触屏主机的双连品设计 另外全新设计的方向盘 看起来更运动更好看 动力部分才是这一次改款的重点 原厂为2.0公升的车型 换上了新的8速双离合变速箱 并且都加入了48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A200的1.3公升涡轮增压引擎 输出163HP与270Nm的动力 而A250的2.0公升涡轮增压引擎 能输出224HP加350Nm的动力 可见油耗和动力都有所提升 另一个重点 这一次原厂首次在A-Class 导入带有PHEV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的A250E 这款车是在原有的A200 1.3公升涡轮增压引擎基础下 加入了电动机 能额外输出109HP与300Nm 综合输出达到218HP加450Nm 配合这个15.6kWh的电池组 可以支援高达82km的纯电续航 说到A-Class当然少不了性能车款AMG 而这一次的A35和A45S两款车也一同进行了改款 除了和普通车型一样的外观之外 原厂也为A35升级了AMG Speed Strip DCT 8速双离合编输箱和48W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至于A45S的PINK没有48W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最后2023 Mercedes-Benz A-Class已经正式登场 作为最入门的奔驰和AMG 在我国一直都有着出色的销售成绩 相信很快就会在我国翻售了 我来了买就对了 第二则新闻 疑似Mazda CX30 CKD预售价曝光 取消1.8公升柴油引擎和 All View Drive车型 新车价从12万7千令吉几 便宜了2万令吉 作为一款B-Segment SUV的Mazda CX30来说 其帅气的外观加上Mazda的品牌象征 一直以来都作为不少人的心头所好 但是由于这款车2020年发布的时候 是以CBU正装进口的方式翻售 因此价格昂贵一直以来都是这款车的诟病 它什么都好就是贵的点 上周有Mazda代理商在网上曝光了 这款车在我国CKD本地组装后的新车预售价 并且部分的销售员已经开取对这款车的预定 而从开放预定的海报中可以看到 这款车将会从目前的5个车型转换为4个车型 而以本地组装的方式销售之后 它的售价或将从目前的14万9千令吉下降至最低 12万7千令吉可说是便宜了2万2千令吉 这里展示一个列表 而屏幕前你所看到的列表 就是每个车型的预售价 这张海报中我们可以看到 入门级别的价格仅是给黑色或者是灰色 如果你想要魂金红的特别配色 那可能就要额外选配 另外根据海报这款车CKD后预计全系 将改为搭载2.0公升Sky Active G自然进气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为162HP 峰值扭力则是213Nm 匹配6速Sky Active Drive自排变速箱 而至于较少消费者选择的1.8公升柴油引擎 和All View Drive全轮驱动的配置 并没有出现在海报上 或许这两款车型应该不会出现在本地的 Mazda CX30上 最后再一次强调以上的消息 其实是销售员和经销商流传出来的 目前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 要是大家想要知道详细的细节 可以询问相关的销售员 而至于几时会发布 早前有消息只是12月 但开放预定的消息都流出了 想必应该会提前吧 那不知道这个价格会不会吸引你选择它呢? 评论区告诉我哦 第三则新闻 Toyota Corolla 小改款日本发布 这一次换上了1.5公升的Dynamic Force引擎 加Direct Shift CVT 让我们来看一下 自从2018年第12代Corolla发布后 Toyota Corolla 小改款在2022年正式在日本登场 那么这次改了什么? 首先在外观上 这一次的小改款原厂 并没有做出太大幅度的改动 主要是在保险杠和一些套件上 有着更精致化的设计 同时头灯组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整体车身尺码也没有更动 至于内饰细节则是重点 原厂为它导入了全新的12.3寸全液晶仪表 加上10.5寸的中控触屏主机 而同时主动先进安全配备 Toyota Safety Sense也有升级 在十字路口或转弯时可以检测到汽车和行人 同时在可以帮助你遇到危险的时候自动转向 小改款中的大改款就非引擎莫属了 原厂取消了1.8公升自然进气引擎和1.2公升涡轮增压引擎 换上了1.5公升的Dynamic Frost三缸自然进气 匹配Direct Shift CVT无段变速箱 最大马力表现为114HP峰值扭力 则是145Nm 能够带来最高23.1kmh的油耗表现 所以究竟是升级还是降级 就要有你们在评论区告诉我了 另外除了普通内燃机引擎外 这一次在Hybrid混合动力版本上 原厂为它换上了第五代的Toyota Hybrid System 虽然还是一样的1.8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但是综合输出达到了138HP 并且有着最高34kmh的油耗表现 是相当省油的一款车 那根据一些消息透露呢 小改款车型大概率会在2023年登陆我国 据悉这一次原厂引进我国的车型 也会跟随日本的步伐 放弃1.8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转而换上技术更为先进的 1.5公升Dynamic Force引擎 但需要提醒的是 这是还未获得官方正式的消息 你喜欢这样的小改款吗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哦 近日根据印尼媒体的报导 来自于可靠消息渠道 Protewa Asia的双升车型大改款 很可能明年在印尼市场发布 而具体的时间可能是明年的3月左右 重点是这款车很可能会换上 两具新的引擎动力配置 而它们就是来自于Protewa Arteva上的1.03缸涡轮增压引擎 和1.23缸自然进气引擎 目前搭载在我国的Arteva上的这具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为97HP 峰值扭力表现则是140Nm 1.0公升的Turbo engine够用吗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可能就错了哦 如果未来放在Protewa Asia上面 加上它那不足900KG的车重 马力推动比应该是相当出色的 无论是灵活性还是动力 都会有所提升 另外就是之前传说的1.2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其实这具引擎在前个星期就已经跟着Arteva Hybrid 一起登陆我国了 只不过是混合动力版本的引擎 如果是纯内燃机 这具引擎的最大马力表现是87HP 峰值扭力则是113Nm 他们也猜测这款车搭载的变速箱 则会是五速自排变速箱 或是DCBT变速箱 而不管是哪一具引擎 对比目前的1.0公升自然进气引擎的67HP 和91Nm都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而目前这个1.0Turbo的引擎 其实已经在马来西亚大量生产 所以未来如果原厂打算将这具引擎 下放至Produa Argea上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还是需要提醒的是 这个消息目前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 而且换上新引擎后 这款车的价格可能会上涨 最后Produa Argea一直被公认为 是最有性价比的代步工具 如果Argea有Turbo 那它还仅仅是代步工具吗? 有Turbo的Argea 买就对了 最后一则新闻 Cherry Malaysia将会在近期内举办品牌发布会 Omoda 510车将会首次现身马来西亚 据于Cherry Malaysia正式成立已经超过了一段时间 而最近原厂终于要有大动作了 据悉它们将在近期内举办盛大的品牌发布会 不少新车将会在本地现身 或许这块2022年末正式发布 之前我也有报导过Cherry Malaysia已经确定会引进我国的车款为Tigo 7 Pro Tigo 8 Pro Tigo 4 Pro 以及Omoda 5 其中相信以Omoda 5最受关注 这款车是其对为了国际市场而开发的全球战略车 Omoda 5这款车的车身尺码定位在B Segment SUV 未来其主要对手或许是Proton X50 Honda HR-V Mazda CX-3 等等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Omoda 5的内装 以及外装整体设计的话 欢迎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来看一下Ivan为我们介绍的整体细节 在这个月内原厂就会在我国举办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 其实相信这些新车都会隆重登场 你是不是很期待这款新车呢 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哦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最新的消息 如果这款车真的正式贩售了 买就对了 好了以上是本期每周360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时事追踪 此外非常推荐去及时追踪我们超级好玩的TikTok与小红书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